11月19日20時取本所接獲報案花園縣議會大門玻璃遭人破壞 本所員警立即匯同偵查隊監視科人員趕赴現場調查 警察系英名男子以丟辭石塊的方式毀損議會大門玻璃 警方根據犯前醫所特徵立即鎖定涉嫌人身份 該名男子因精神狀態不穩曾有隨便便逆丟職拉機等脫序行為 均全力追慶於當日20時取在吉央鄉五星八街附近將該涉嫌人帶回偵辦 初步調查該男警因心情不佳便投擲石塊並無相關政治目的 全案將依刑法毀損罪移送偵辦並通報衛生單位強制就醫 也便是最重要的看法